在臺灣 國防部長馮世寬在與媒體碎末參緒時指出 國軍將要研發新一代的戰機 著重在雷達逆中的功能採用雙引擎設計 國防部長馮世寬指出 我們大家只講到現在的眼前 我們還有一項對國人的承諾 就是我們還要研發我們新一代的戰機 馮世寬說 漢翔公司的前身是航空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當時能夠接到許多的訂單 加上派出許多人去受訓 才能夠讓國軍有能力打造出IDF巾國號戰機 馮世寬還說 軍方人士指出 國防部目前正在研發的新一代戰機具有雙引擎 是以金國號戰機使用的TFE-104270發動機為基礎 進一步加大推力 目前正由中科院進行研改 成為下一代戰機的推進系統 不過軍事專家陳國民說 你要求逆中性能 逆中塗料 然後戰機性能要很強 說真的 這個時間點會拉得更長 倒不如你把這個所謂的IDF戰機 做一個加改裝 但是你不追求所謂的逆中性能 國防部曾經在2013年高華駐部長的任內 首度宣示展開第三代戰機的研發 如今空軍航發中心已經於去年底揭幕 無疑代表台灣國機國造正式付諸執行 不過新一代戰機的性能與所要付出的時間和資金的成本 都必須要放長遠來考量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 苗秋菊台北報導